哈囉哈囉哈囉我是AJ 這一季難得看了蠻多動畫而且都有看完 難得的我的助理把工作排程穩定了下來 所以就難得的來講一下這一季新翻的完結短評吧 注意因為是完結短評所以多少有句後自己斟酌觀看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第二季 這部實在太神了 我們之後再做一期視頻啦 是你妹呀影片啦影片 不抱歉再做一期影片跟大家聊聊 《隱瞞之事》 當初我看原作的時候其實沒有很對到我 你懂得九米田康志有他的電波在 不一定每個人都對得上 但動畫在這一點真的非常厲害 他消滅了這種電波感 讓這部作品呈現出一種很容易清淨的溫和感 從色調到OP無處不是溫暖舒適的感覺 原本想說這部還好 結果一看動畫哇好香啊 姨妹怎麽可以那麽可愛 羅薩怎麽可以那麽婆 輕輕鬆鬆就能進入這部作品 然後對片尾的海浪感到胃痛 故事呈現是一個倒去法 現在的時間點主角發生了什麽事我們不知道 然後每一期主要都是姨妹跟爸爸的美好回憶 然後接到海浪開始胃痛 這樣一邊餵你吃糖 然後一邊打你一拳的形式真的相當厲害 不僅是被溫馨的日常吸引 究竟主角發生了什麽事也讓人想一集一集看下去 每當回憶與現在要切換時 進入海浪並且把配樂淡出的手法相當不錯 一方面很穩定觀眾的理解 看到這畫面 音樂消失就知道時間點轉換了 另一方面 觀眾一看到這個畫面 就自然感到 呃呃呃呃拜託不要虐我 此外劇情方面本質上還是一部搞笑作品 由出道快30年愛寫黑暗諷刺笑話的資深漫畫家 九米田老師寫出的劇情 每件事都讓人覺得有氣氛真實啊 例如劇中有提到 把原稿忘在計程車上這件事 就是曾經發生在魔法少年假修的作者身上 以及這個擊掰到不行的編輯 我猜大概也是綜合了他耳聞過的 所有雷包編輯合成的 還有一段講到 漫畫家的助手不能太會畫 因為太會畫的 一下就自己出道當漫畫家了 就又要重新找助手了 這類只有漫畫家才知道的笑話 我超級喜歡 不一定要很好笑 但要讓人覺得 啊原來是這樣啊 就足夠有趣了 整體來說 隱瞞之士是一部相當高品質的小品 製作組的用心 以及各種有趣的漫畫家笑話 都不是隨處可見的 不論是過了一兩季或一兩年 這都會是一部很值得補的溫馨小品 剛好適合這個政治正確時代的動畫 之前我說過 我覺得阿爾蒂的故事有點太美好了 大部分的問題 阿爾蒂的正面樂觀努力都能搞定 但這樣的作品 偶爾看看也能療癒身心不是嗎 我覺得阿爾蒂整體上 是一部走上坡越看越好看的動畫 故事後段到威尼斯的整段劇情 我覺得都很不錯 不過可惜製作組在情緒的呈現上有點感 明明故事是好的 但卻有一種只是把劇情演一遍的流水障 有些缺乏情緒的醞釀 不然我其實蠻喜歡這部的 整體來說 阿爾蒂是一部很正面很可愛的作品 有點像你偶爾會想吃的美味甜點 如果每天吃可能有點膩 但偶爾來一份會讓心情好上一整天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舒適小品 真心建議所有手遊動畫 都應該看看公主連結怎麼做的 這部我認為就是大型手遊廣告的典範 教科書 手遊動畫通常有兩個目的 1.吸引新玩家進來玩 2.滿足到玩家 但大多手遊動畫都是傻傻的 硬是把自己無聊的主線劇情完全呈現出來 不是說你FGO你很棒棒 然而通常這樣的劇情做成動畫 就是一部不上不下的普通作品 公主連結則是反其道而行 主線我們先擺一邊 每一集就是快快樂樂喝餅吃茶 彩香菇重重甜打打工 然後讓凱流出來香一下 喔真的好香阿 加上導演可是指導過 KONOSPA的驚奇貴城 給我們街頭霸王凱流做了各種表情包 動畫播出後自然擴散到網路上 看到這如智障女神類表情包 又再吸了一波觀眾 這個算計你是天才嗎 完全朝著手遊動畫 吸引新玩家這個目的前進 你問說這樣真的有效嗎 抱歉你眼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阿 我就是被凱流香到 佩可的Yabay Desne實在太魔性了 害我忍不住入坑了 然後經歷三個月稍微脫離新手期後 再用原作粉絲的心態來看 一樣每一集都好香香真好看 每周整時看 雖然說公主連結整季大多都是日常 但差不多還是有20%在演主線 而這比例看起來是相當舒適的 差不多在最後幾回才比較認真的在帶主線 而這時你也都已經喜歡上這些角色了 所以你也願意把主線看下去 而導演也是功力非凡 只用少少幾回就呈現了重點劇情 戰鬥上也完全不馬虎 其實只跑了一點主線 反而讓人對第二季更加期待 如果你喜歡很多香香妹子一起度過歡樂日常 如果你看過好多街頭霸王凱流的迷因 卻從來不認識 那還不來入坑 我是說來看看這部超抑鬱公主連結 Redive 暗影失章 弱者沒資格玩Shadowverse 這傢伙喊完這句就幾乎沒登場了 可憐啊 整體而言跟我心翻快評的感覺差不多 跟公主連結一樣都是CY爸爸的孩子卻天差地別 在教學的部分依舊不夠完整 我整季看完還是不懂進化點的詳細規則 撇除這點其餘設定都很王道不說 打牌的套路永遠是一個樣 第一回下一廢小龍 對方全場三寫紅龍準備清場 剩下十點寫恭喜準備進化打臉收頭 這套路到後期才有比較明顯的改變 這時突然覺得遊戲王初代還真有趣 雖然各種口服效果以及不合理的牌組 但總是能做出很有戲劇效果的逆轉勝 就算不一定符合規則但至少有趣 身為一個完全沒玩過Shadowverse的人來說 我覺得動畫真的不有趣 設定沒亮點打牌幾乎都那套路 很有中二感的打牌看膩之後 就真的不知道在看什麼了 後續大概也不會繼續看了 據說是要做大長篇 所以也有可能只是前面為了讓觀眾熟悉 所以打牌才比較套路也說不定 但不管怎麼樣 這部動畫可能不太適合沒玩過Shadowverse的人來看 聽我的電播吧 故事講述個性奇葩強悍的女主角美奈琳 有一天在G9屋隨便跟人咒罵分手的前男友 然後隔天就在工作的餐廳 聽到這段對話被廣播電台播了出來 原來昨天速苦的對象是個廣播節目的製作人 直接到廣播電台要求停止播送的美奈琳 被製作人說服坐下來試著廣播幾段話 天生有著優秀支持的她意外得到的不錯的迴響 逐漸展開她的廣播之路 這部真的有點電播但也非常有趣 雖然是一部寫實風格的作品 但總有各種誇張爆笑的事件 加上美奈琳獨特的性格與吐槽 只要電播對得上就笑到停不下來 由於劇中時常用具體的畫面呈現一些非現實的廣播劇 例如森林打雄 沙男友埋在山裡變成殭屍等等 所以最後一集大地震導致北海道停電那一段 我還以為又是什麼神奇廣播劇了 要假裝大地震停電 結果欸不是原來是真的地震啊 而且這個結局錯乎預料的有趣欸 不但考驗著梅奈琳這段期間在廣播上訓練出來的即興能力 以及也帶出她最大的優點 就是她真的是個有趣的怪人 在這個許多人都很慌張不安的時刻 她的廣播還是能讓人笑出來讓人感到安心 也帶出了看起來逐漸衰退的廣播 依舊有她的價值在 不過順帶一提 其實網路廣播節目這幾年正夯啊 台灣現在也正在刮起一波Podcast的浪潮 看來廣播是不會簡單消失的 而且即將變得更加龐大 轉生成女性相遊戲 直接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 這是我覺得相當可惜的一部 設定是有趣的 人物也很討喜 但就是劇情不行 這部就是標準的開高走低 並且把節奏拉壞的動畫 前段每一集我都看得很開心 看我們的猴王女主角如何靠爬樹攻略王子 如何靠仲田攻略王子的未婚妻 如何靠推坑小說攻略可愛的妹子 各種有趣的套路加上可愛的人物很成功吸引我看下去 但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配合結局 中後段硬是加了無趣的原創回 內容也越來越空洞 可以理解每個人物好感度都被女主角刷滿了 也真沒什麽事可以做 所以這部最大的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主線真的有點無聊 沒太大的亮點發展也很套路 製作組也沒什麽特別讓人眼睛一亮的巧思 從中後段到結局真的是乾到不行 不論任何作品結局都是很重要的 好結局能把爛作的印象逆轉 一個爛尾能把前面的精心製作全部白費 很合理的這部想要在學生會長的事件做結尾 但中間又沒有足夠的劇情可以塞 只好搞原創跟一些無關緊要的劇情把節奏拖慢 結果這個收尾也很普通沒什麽亮點 導致給我留下的只有空虛感 對第二季的期待也相對沒那麽高了 整體而言我覺得是相當可惜 但我並不否認這部作品在前期 我確實看的蠻開心的 昨日之歌是一部急死人進展有夠慢的戀愛動畫 先說這是別針不是回文針 雖然結局評價不算好 但我還是蠻喜歡這部的 不論在美術呈現上音樂上都非常的舒適 就是結局有點問題 但這問題不在於結果而是整個過程 昨日之歌終究是遇上了原作改編動畫的 最大難題 那就是如何把十一卷漫畫塞到十二集 一集只有二十四分鐘的動畫裏 之前聊過這部在劇情刪減上做的很不錯 至少到結局前都刪減的很好 因為這部原作調性真的太慢了 不過這部的長度有點尷尬 漫畫共十一卷 做兩季動畫絕對是慢的可怕 做一季又太直 雖然故事前半刪減的不錯 但結局少了一大段 導致感受上有點微妙 動畫版就給人一種找備胎的感覺 但漫畫有一點一點帶出魚住的心理轉折 雖然動畫有一段自問自拉 我覺得呈現的很棒 但可惜還是不太充足 可惜了這部前中期的精彩 當然我並不否定結局 我知道蠻多人不喜歡結局了 但我是喜歡的這派 瓶子跟魚住的感情會走到結束 都算是意料之內的發展 而且要我說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部的情感還挺真實的 你是不是覺得屁啦這明明超不合理的 沒錯戀愛本來就不合理 超級不合理 戀愛不應該說 人心本來就不是用正常邏輯 能理解的東西 明明互相喜歡卻沒有在一起的 明明互相厭惡卻一直不分手的 比瓶子更能搞的 比魚住更龜縮的 比浪更愛情緒勒索的 現實中才真的到處都是啊 所以說大多現實的戀愛故事 才真的很奇怪很不合理好嗎 動畫中瓶子跟魚住分手 反而是鋪神的合理也很完整的 真正比較可惜的只有對小琴的情感轉折太快 才是最大的敗筆 整體來說我還是很喜歡昨日之歌 動畫品質真的很棒 美術風格深得我心 劇情方面到結局前都做得不錯 很值得看 推薦看完動畫再從漫畫第七集開始看 會有比較完整的體驗 雖然是一月新翻 但台灣Netflix是四月才一口氣全上 就順便一起講 直接講結論 這部超好看 撇除婚業績就這部最好看 剛好也是進階的巨人最終季的主要製作組 真的超強 優秀的故事節奏 超爽的動作場面 剛好滿足這季缺少的超級爽片 故事講述一個是普通人居住的世界 被稱為洞穴 另一邊是魔法師居住的世界 他們都是一堆像重金屬樂團造型的怪人 魔法師會從另一個世界 跑來洞穴到處抓人做可怕的實驗 主角就是被變成蜥蜴人的受害者 為了找回記憶與變回原樣 他便與夥伴展開了魔法師狩獵 簡單來說這部作品真的很ㄎㄧㄤ 隨便就砍人手披人頭 然後下一個鏡頭就開始煮飯吃餃子 用輕快的對話與氛圍掩蓋住了暴力 整個故事節奏相當爽快 人物CP更是可愛到不行 焉老大一幫人都超級猛 以及各種難以預測的劇情 讓人想一集一集追下去 雖然看起來有著龐大的設定 但完全不影響觀看 這一季真的就只有灰夜機能 跟這部平起平坐了 如果你家剛好有Netflix那千萬別錯過這部《異獸魔都》 這一季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少了幾部大作 但反而讓我有不少時間細細品味這幾部優秀的小品 整體來說我非常喜歡這季的新翻 要選的話第一名一定是給《灰夜機》 第二名給《異獸魔都》 第三名給《公主連結》 這一季你看得最滿意的動畫是哪幾部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是EJ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ench National 褻爬 building 好 無人